重要是他有三種題型 把它記下來 等一下後面很多題目都用這樣的概念去想 第一個問題來了 請問你 他說我們有五個不同的獎品對不對 要發給四個人 然後每個人可兼得各個獎品 他的意思是說 可以有一個人把所有獎品全部拿掉 所以現在這個題目跟上面是一樣的狀況 就是 是人是選獎品 還是獎品是選人 你覺得 剛才那個酒跟酒杯的意思是一樣的 是酒去選酒杯還是酒杯去選酒 你去想一件事情 酒杯是不是比較裝酒 裝哪種酒呢 我不知道 可是酒一定要放到酒杯裡面去嘛 對不對 一樣的道理 人這邊 人跟這個獎品的問題 是獎品去選人 還是人去選獎品 如果從那個現實設置世界裡面的話 當然是人去選獎品 因為獎品是死的嘛 人是活的嘛 可是這個題目裡面你剛剛反過來想 因為獎品一定要給別人 但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拿那個獎品 這樣懂嗎 所以你要以那個一定要給出去的東西為基準 懂不懂 所以請問你 每一個獎品有幾種選擇 比如說我有A B C E 我有五個獎品對不對 比如說 我有A B C E E 好哪有 對於A這個獎品而言 我可以分給誰 我可以說可以給 假或以或比或丁 我可以不給嗎 不行嗎 我說一定要給出去 對不對 所以對D獎品 A獎品而言 我有四種選擇 對不對 然後呢 後面是第一詞在推 B C D E 是不是也一樣各有四種 因為他們有規定說 不能重複拿 對不對 所以對於變成多少 變成4乘以4乘以4 這樣會不會 所以答案就等於4的5次方 4的5次方剛好多少 2的14次方 所以答案就1024 好 這是第一題答案 1024 那第二題的話 他說 假至少得一個獎品 好 你看到至少這兩個字 告訴你一個經驗法則 你看到至少這兩個字的時候 建議你 要用排榮圓名 或著你可以用反推的方式 什麼意思 因為至少得一口就很討厭 至少得一口大 我可以拿一個 拿兩個 拿三個 拿四個 那如果你分開討論的話 你要算很久 那怎麼做最快 你覺得你怎麼做最快 我是拿用全部去剪掉假一個也沒有的 為什麼 當我用全部的可能性去扣掉假一個也沒有 那幹嘛什麼意思 是不是至少一個或兩個以上 這樣是不是快 聽懂我的意思嗎 好 那請問你全部有幾種可能 全部 就上面這個嘛 對不對 因為剛才第一小題裡面是沒告訴你任何的條件限制 所以第一題全部的狀況叫做二的四十八 扣掉假一個也沒有的意思是說 假把它刪掉 也就是說這五個假題裡面呢 會成改比 改丁 所以每個人都有幾種選擇 是不是就是三乘也三乘也三 聽懂嗎 所以答案就等於二的十四方 減掉三等五四方 這樣會不會 聽懂嗎 OK 所以答案就是一碗 答案 就等於七百八十一 七百八十一 好 那第三小題的話 也是利用太陽威力的概念 他說假跟以至少 他至少的意思 都得到一個 你就用假怎麼做 就是全部扣掉假一個也沒有 扣掉以一個沒有 再加回去 因為有人會重疊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好像這樣子 這是假沒有的 這個是以沒有的 中間重疊的部分 就是假沒有以也沒有 你是要把它加回去 所以說法就是全部 扣掉假沒有 扣掉以沒有 再把它加回去 加回重疊的部分 就是假沒有 且 以也沒有的 好 所以怎麼算呢 全部的話 剛剛講過對不對 是不是等於二的十四方 對不對 減掉假沒有的 就是這裡 三的五四方 好 那以沒有的話呢 力量是三的五四方 好 加回去 假沒有 你也沒有 代表你給的時候 假也把它拿掉 所以每個獎品呢 只能給 兩個人嘛 你一定去選 所以應該是多少 應該是二的五四方 好 然後加回去 所以答案就出來了 好 答案就五百七十 OK 好 這裡把它寫一下